我今天得了急性的肠胃炎 可能我今天的状态不会太好 先跟你们说声抱歉 中国演唱会频频引发争议 引起粉丝高喊退票 网络温度计透过Keeper大数据关键引擎 舆情分析系统 调查中国大陆演唱会近一周的网络关键字 有退票 张绍涵 王心凌 徐美靖 这是因为4月20日 徐美靖在南京演唱会上仅唱半小时 其余时间仅剩粉丝互动 被观众评价为最糟糕的演唱会 之后4月30日中国江苏昆山市举办的 时光Classic演唱会再次引发观众怒火 其因是海报上宣传 李健 王心凌 张绍涵将带来两小时演出 但实际上王心凌与张绍涵只表演四首歌曲 而李健也仅表演七首曲目 其余时间都由不知名的歌手 以及乐团称时长 让观众感觉受到欺骗 然而当天现场下雨又加上音响频频出状况 更是让现场粉丝怒斥 花费1300元人民币 竟然是这样的演出 尽管现场状况不断 王心凌在雨中唱跳睫毛弯弯 展现她的舞台魅力 获得网友的高度赞赏 而张绍涵登台演唱时 因身体状况不佳 先向粉丝致歉 首先先说声对不起大家 我今天就在刚刚下午的时间 得了即兴的肠胃炎 然后可能我今天的状态不会太好 但是也让大家在现场等了那么久 先跟你们说声抱歉 即便身体状况不好 她仍然展现惊人的唱功 征服现场所有的歌迷 音乐有声 用心凌亡不害怕 哪里对有风就飞多远吧